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包包子 我们用牛肉再配些洋葱来做馅 好,我们先来和馅 因为肉馅也需要时间胀 你胀足了时间,它吸饱了水分 那你做出来的包子就很juicy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隔夜把肉馅先胀好 我觉得更好,而且还省力 今天我们也用两杯面粉 包大约10-12个的包子 那我今天准备了300克的牛肉 半个小洋葱 大约在120克到150克之间 把它切成小块 打碎它 加5-60cc的水 打碎它 打成糊 倒入肉内 先给它捞匀 然后再调味 自身厨房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调味了 那新手就跟着我走 先放盐 满满的半个小洋葱 满满的一个小洋葱 不喜欢太甜的就留一点 但是牛肉调成甜口是很好吃的 最后一个满满满的老抽 就这三样调料可以调出很美味的 带点甜口的牛肉馅 我们要花些时间 花个三五分钟 这样给它打 打匀了 打出粘性 然后盖上盖子 放进冰箱 给它涨着 接下来我们用面粉 两杯满满的面粉 一个tsp的糖 一个tsp的发酵粉 east 先给它捞匀一下 再下一杯水 两杯面粉 一杯水 这个比例天下通行 那你包肉包子的时候 可以面粉满一点 像我刚才那样 这样发出来的面团就会稍微干一些 那么它就不太容易吸肉汁 包出来的包子还好看 那揉的时候呢 就比较辛苦 因为它比较干嘛 就比较硬 那如果你要省力的话呢 你就要多花一些时间 你让它先醒个五六分钟 然后再揉的话就省力很多 它就会软很多 就这样揉 用力揉 揉它个三到五分钟 揉它它光滑以后 就可以给它发了 说十分钟发面好 快速发面 有些夸张 那二十分钟呢 这个天气应该没有问题了 盖上盖子让它发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 用辣子 Wax paper 不需要烘焙纸 把它剪成一块一块小方块 然后呢 直接给它放到锅底 等一会让包子就可以直接做上去了 那也有人喜欢用一大张的 然后给它对折对折对折 在边上剪上一个一个小孔 但是我喜欢小张的 因为小张的等一会可以跟包子一起出锅 那二十分钟后面就形成这样了 如果天冻好 它可能没有发的这么快 这么足 但是呢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包了 因为一般呢 我们包好以后 都会再醒 那你可以把这个再醒的时间延长一些 然后呢 肉从冰箱里拿出来 要给它再拌匀一下 否则它的湿度会不一样 我们一拌面粉开始先工作 把它切成五块或者六块 看你自己喜欢 喜欢皮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中间先一刀 先用手按 然后再擀面杖擀 然后再擀面杖擀 擀到它中间厚一点 边上薄一点 肉馅安紧放中间 那你如果是你刚上手的话 你就少放一点 然后等你慢慢慢慢熟熟了以后 你才放多线 一个包子就成了 包的时候 第一捏最重要 你不能这样就这样这样打折了 要把它从这个位置 拉到中间来 拉到中间来 因为折是在中间的嘛 对吧 如果你不把它拉到中间来 你的包子永远包不好看 那这个中间呢 你可以留一个孔 特别是肉包子 这样的话呢 它热气容易进去 它容易熟的快 但是呢 各有利弊 它熟了以后 那个汁水会从这边漏出来 变得很不好看 所以看你喜欢 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把它捏起来 最后再 慢动作 大镜头展示一下 拉过来 大拇指底着不要放第一捏 然后食指往前走 捏起来 这个时候 要往上面掉一掉 再往前走 折不要太小 大一点好看 这样扭一下 拉一下 扭一下 拉一下 转到这里 包子包好以后 让它坐在锅里面醒一下 醒个二十分钟朝上 你可以看得见 它比以前puff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上锅蒸了 那蒸的时候 有的人喜欢冷水上锅 我是一直喜欢开水上锅 我觉得这样呢 时间上可以把握 另外就是 你包了这些 如果一下子吃不了的话 我建议就是说 可以把它冻起来 那冻了以后 你再拿出来蒸 它还是会有汤汁 要不然的话 你全部蒸好以后 一天两天 它那个汤汁 全部被那个皮洗掉了 水不要放太多 差不多一寸这个样子 就够了 水开上锅蒸 火不能太大 如果太大火 一上去 面就会被烫死 包子就会僵掉 中火 八九分钟 九十分钟最多了 然后转成小火 再焖它个三到五分钟 离火 那离火后呢 不要急着去开锅盖 你可以把它的开水先倒掉 让它慢慢降温 然后再等个三到五分钟 再起锅 这样你的包子就漂亮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 我们的包子了 哇 这这的铃肉筋哦 中间这个有点没有安紧 所以它的汁就露出来了 我们可以让它早早离锅 因为它下面有湿气 我们打开一个看看 哇好多汤汁 我要开吃了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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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